剛剛只有拍那個 個人彼此對嘴的部分 兩個人的互動目前還沒有開始正式的拍 那應該有先知道腳本 腳本會啊會啊 就是幫他遮雨啊 然後牽手 就是很意識形態的劇情 然後也不會有什麼太多 就是很直接的表現的感覺 所以不會有親密的部分 可能會有兩個人靠很近的那種 比如說我的臉在他的肩膀啊 或是在他的臉旁邊這種 會靠很近的這種 可是就比較不是要走傳統的 就是跟著歌詞走的那種意境 就是對 有點意識形態 然後希望拍出來氣質是不錯的 所以我剛剛好像這兩個人 算是比較正式的合作是不是 對耶 算是 第一是正式的合作 然後因為這首歌名還滿有意義的 叫做是 陪我到以後 對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希望可以在感情路上 可以找到一個真正的可以 陪自己到以後的一個伴侶嘛 不管是男生女生 那當然希望就是 這首歌可以獻給很多 單身或者是期待愛情的 男子跟女子們 或者是剛熱戀的小情侶 因為就 就是很多女生在談戀愛的時候的心聲 然後像有很多男生 如果不知道自己 喜歡的這個女生在想什麼 其實也可以聽聽看這首歌 就是小女生小女人 然後喜歡的男朋友 依偎在他身邊的感覺 你帶一些親密的互動 喔 還滿期待的啊 那小酷啦 總正期待嗎 加戲喔 會會會 如果導演要我親手 我會故意 食指交扣這樣 好 如果氛圍到的話 我們就自己加 你應該幫女生遮雨 還滿常這麼做嗎 比較少 因為我都幫自己遮 因為怕自己會禿頭 所以自己會遮起來 喔 是 是 所以Sindy你知道 她最在意她的髮型 等一下不小心領導 你看你這些 你覺得有人會比我更在意的嗎 對 所以我贏了 而且你知道那天 那天我經紀人講說 比如說有一些 我的 我可能靠在她的頭上 我說不行 頭髮是她的罩門 我說可能她無法讓我靠頭 可以啊 如果妳靠到我肩膀上OK的 所以她本來是講說 我下巴靠在妳的頭上 可以啊 可以 怎麼可能 現在沒有像以前這麼的嚴格 喔 真的 現在可以 只要不要讓我 妳頭一起來 讓我這邊凹一個洞就好 因為髮型是都在啊 所以無所謂 但是我怕我下巴會刺到 是有這麼堅韌 感覺妳的頭髮就是 我是怕妳下巴受傷 因為頭髮很硬 喔 對 可是妳會不會怕說 就是親密動作比較多 很多羅太太會吃醋啊 不會啊 王先生也蠻多的啊 對啊 扯屏 而且他們也很期待我們這支MV 因為 其實我有上網看 上網看那個網路的評論 就是這首歌還沒有拍MV 他們已經先把我們兩個的畫面 先剪成一支MV了 喔 真的 他剪他的畫面 然後剪我的畫面 然後剪成一起 然後下面的評語都覺得 這首歌很甜蜜很好聽 如果今天這個歌跟整個情緒走得很好的話 應該會加這樣的戲 是加分的 因為其實兩個算是比較正式第一次合作 這麼親密應該會笑場嗎 沒有我們要為下一部偶像劇做一個暖身 要哭露就對了 對 要哭露 因為之後可能 因為他要準備宣他的新戲 我希望下一部跟我一起 你有密切期待他的美樂嗎 加油 有 我都有看打得很兇啊 打得很兇 打得非常兇 這個星期天 麻煩大家 不過今天報紙上啊 有就是封小豬威就是 四大雕王之 哪一報哪一報 只有四報可以去看一下 十九王嗎 對 然後咧 就說那個四大天王 哪四大 有論東 對 還有 還有誰 反正就是專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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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大之一就對了 謝謝謝謝 非常風光 非常風光 沒有讓爸爸失望 對 原來他爸爸的遺傳啊 所以 心底有感受到嗎 哪屁耶 哪裡感受到 這是合作嗎 我想說 我想說 這一題應該就不關我的事了吧 結果卻也還問到我 喔 這個 我從何感受起啊 蛤 那小豬平常怎麼保養 不然怎麼那麼厲害 保養 有沒有見現實在嗎 真的要不然怎麼那麼厲害 沒有 那這都會有抱歉你們 男生男性的歌 有做些什麼運動啊 沒有那沒辦法就是 就是這樣就這樣 他沒辦法多做一些 媽媽生的好 媽媽生的好 男生爸爸的遺傳 你有吃到碩化劑嗎 沒有沒有 完全沒吃好 原住民的驕傲 我們常常都要表演 工作流汗 所以我們都是 補充水分比較多啦 都是喝水比較多 就是讓新陳代謝 比較好一點 我想會比較好吧 而且飲料 飲料就 對 比較少喝 其實我也不太愛喝飲料 對啊 菁平要不要講了一下就是 今天跟小姨子拍這個片子 但是傳說 最近好像還有滿多追求者 喔 哇 好像有喔 很棒 沒有啦 就是 呃 有 有聽大家的話 有多多去交朋友 所以恰子儀算先有幾個在這裡 喔 數不完喔 數不完 比較綜藝的嗎 比較綜藝的喔 都還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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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都還在交朋友階段 然後都還在觀察 這樣子 很重要講一下到日本出專界的時候 喔 喔 謝謝大家 這個厲害了 沒有 滿輕鬆的 而且 不緊張 因為在錄音室 我錄兩個小時就錄完了 然後 連自助人都 有點嚇到 那因為 剛 他們把時間是拉到五個小時嘛 然後我在兩個小時錄完的時候呢 自助人還要硬要把我留下來 我們要不要再錄些什麼這樣 好像沒有地方要錄了耶 這樣 對啊 而且版本非常好的現場 至少人家不再說我英文差 至少我一樣 語言 語言是強的啦 對啊 所以日文還蠻好的對不對 是不是要再秀一段 自我介紹一下 自我介紹一下 瞎啊 用自我介紹都很瞎 因為每個人都會用自我介紹 每個人都會用自我介紹 每個人都會用各種語言去做自我介紹 那重點是你要講到讓別人覺得 欸 你聽起來不像是 呃 是 就發音好 對發音是很道地的那種 才是比較好的 所以你發音很好 你秀一下啊 秀哪一種的 你覺得很難的 你要 你要偶像劇的 偶像劇的日文嗎 OK 好 我怎麼聽到髒話 就是日文的偶像劇的那種 喔 是嗎 對對對 所以小時候日文比英文好多 當然 當然 可以嗎 欸其實我剛好那段日文 幫我剪掉好不好 應該也很難播吧 很難播 真的蠻難播的 有個魔術師把地坡還100小時 然後你們有看過什麼 或自己有沒有經歷過 比較誇張的表演戲 對啊 我看過一個 我前幾天看過一個表演是 一個魔術師他誤殺他的老婆的 蛤 他就把他放在那個箱子裡面嘛 然後就用定具把一個一個 把他們這樣鋸開 然後那個腳的部分 切完之後把腳移開呢 剩下上半身嘛對不對 那個魔術一般都有一個 一個機關就是你要 必須要把頭換另外一顆假頭 可是那個假頭來不及換 他老公就直接把他這樣砍下去了 我傻眼欸 我看到後面我嚇死了 但是有人說那個是剪輯的關係 觀眾都站起來尖叫了欸 就是哇 怎麼講老公傻眼欸 這個我嚇到了 妳有沒有比較特別的表演局面 這樣子 誰 可能就是我想就是美樂加油 那時候要潛水 然後大家潛水都是要學三天 才可以下去潛 我大概15分鐘就要下去了 然後就跟鯊魚跟烘魚 就是有在同一個那個缸裡面 然後烘魚就一直敲我的頭 想要吃東西 會很害怕嗎 會 第一次下去非常害怕 因為你就是你一定要咬住那個氧氣管 就是很他們會很害怕說因為一緊張 然後你氧氣管你就沒有咬好 然後你沒有空氣 然後如果教練要把你帶上去的時候 因為他夠深嘛 所以也需要一段時間 那你可能就會嗆傷了 然後 因為學潛水很重要的就是要 梳耳朵的壓耳壓 然後如果 如果這些步驟中間有個環節 忘記的話可能就是耳膜會破掉 所以 我覺得 對我來講就是 好辛苦喔 然後那時候看到鯊魚的時候還蠻害怕的 好 謝謝 謝謝